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二表示 在本周晚些时候 访问沙特阿拉伯参加会谈之前 世界需要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他在主持北欧和波罗的海领导人峰会讨论 欧洲防务和安全问题时 对广播公司表示 至关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要对抗普京的欺凌 我们将避免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受到普京的勒索 我们必须摆脱俄罗斯生产的碳氢化合物 他说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并鼓励 他们增加石油产量 是建立广泛联盟的一部分 以阻止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成功 约翰逊说 英国消费者感受到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每个有中央供暖系统的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看到油价飙升的影响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处理这个问题 石油输出国组织周二表示 2022年的石油需求面临来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和随着原油价格飙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胀的挑战 约翰逊的发言人周二表示 约翰逊将在本周晚些时候的会谈中 要求沙特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英国周一表示 对上周沙特处决81名男子感到震惊 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强烈反对死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